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史书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有了不错的进展 考古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在以前的日子里,由于我们缺乏尖端的考古工具 所以使得考古专家们很难顺利地发现古代的墓葬 而一些盗墓分子也只能依靠着老祖宗的经验 通过观察风水与山川走向等等进行古墓定位 所以以前的考古工作多半是这样进行的 某地有盗墓贼活动,接到群众举报后 专家组急忙赶来文护,同时对古墓进行发掘 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以及不断出土的历史文献记载 考古专家们也可以相对比较轻松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了 而我国不断地进行基础建设,开发大西部等等 也让一些深埋在地下的古墓暴露在世人眼中 在甘肃的大戈壁区域就有这样一座墓 有几位游客来到大戈壁游玩 一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一块石头 却发现这块石头下面压着一块竹片 他拿起来眼前一看,发现竹片上居然有文字 这下可把游客给乐坏了 莫非是发现古董了吗 于是他们几个人就联系了当地的文物局 考古专家们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赶来 对发现竹片的地方进行二次发掘 果然让专家们找到了一座大墓 这是一座汉代的墓墓 或许是因为墓墓所在的位置是戈壁滩 所以这座墓并没有发现道洞 但由于戈壁滩靠近旅游区 所以管理也比较松散 专家们担心现在对墓墓展开发掘工作会引来游客 所以专家下令立刻封锁了这一片区域 并且向当地的军区请求支援 用来帮助专家组维护产地秩序 当地军区收到通知后 派了两个班的战士协助专家组 而随着专家组的发掘 一共发现了91片破碎的竹简 对竹简上的文字进行破译后才知道 这竹简上记录的是边塞发生的一场战斗 这一发现对我们了解汉代边塞之时很有帮助 大墓中出土的其余文物 也一并送往文物局进行研究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